北京时间1月10日,距离巴黎奥运会日益临近,进入到了奥运年后,中国女排的队员们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作为中国三大球中唯一一支奥运冠军队伍,在奥运年自然会承载更多的希望和期待,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无缘小组出现,本次出征巴黎奥运会。 大家也都希望蔡冰可以率队完成冲击奖牌,甚至是金牌的目标,从而提振中国三大球的自信心和士气。 中国女排作为中国三大球的门面担当,一直以来也是中国三大球的骄傲,新周期自从蔡冰担任主教练以来,大家也都是非常期盼着球队可以重回巅峰。 毕竟中国女排也是现阶段唯一一支有机会去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争冠的队伍,球队完成重建之后,袁新月担任了球队队长。 老队长朱婷正在海外联赛打球恢复状态,预计会在奥运会前回归球队,帮助球队全力争冠。 当然对于这支球队来说,除了朱婷的回归,除了队员们的自身努力刻苦训练之外,还需要得到一些好消息的到来,提振全队的士气和自信心。 毕竟新周期的中国女排经历了很多低谷和不顺,球队也输掉了很多比赛,球队遇到了很多困难,在这个结果眼上就需要得到更多官方喜讯的助理,才能够让所有女排队员们树立信心,才能够让这些年轻球员们重拾对于冲击奥运金牌的信念。 毕竟这一批中国女排的队员们相对年轻,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奥运夺金的过程,所以说这支球队需要更多人能够获得这份信念,包括李盈盈虽然已经是世界级主公,但是也没有经历过奥运会夺冠,因此李盈盈也需要得到更多好消息,才让自己更加坚定奥运会冲击金牌的自信心。 就在近日,我们收到了中国女排双喜临门的好消息,李盈盈和排协掌门人赖亚文都获得了更高的职位任命。 根据中国奥委会官网公布的中国奥委会名单显示,赖亚文当选中国奥委会职位,李盈盈则是当选了中国奥委会委员。 对于两个人来说,当选了新的职务和身份之后,意味着陈甸甸的责任和担当,意味着在新周期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上的使命。 中国女排主帅蔡斌和女排两大核心朱婷袁新月均无援这一次名单。 相信赖亚文和李盈盈也一定会在接下来帮助中国女排持续提升,在巴黎奥运会上拼出一个让球迷满意的成绩。